我们要带来看如果您喜欢喝这个含糖饮料 那请您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说 饮料里面常添加了果糖 比其他的糖类更容易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也就是俗称的血油 容易包覆在肝脏外面形成脂肪肝 造成身体的负担 浓稠透明的果糖只要小小一汤匙就很甜 因为方便溶解块又便宜 饮料或咖啡很常使用 不过美国最新研究发现果糖比其他糖类 更容易在体内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包覆在肝脏外面薄薄一层也就是脂肪肝 尤其你看我们不要说大人光是小孩子身上 我们就发现说他有脂肪肝的现象 那他比较容易疲倦 那相对的他的其他的这种抵抗力 可能难受力都会变得比较差 像这样一杯500cc奶茶热量200卡 相当于吃下11颗方糖 但是方糖的热量可以靠运动消耗 奶茶里面的果糖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会造成人体负担 营养师建议果糖尽量少吃 那如果真的要加甜食的话 其实复合性的这些糖品 像这个黑糖像蜂蜜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颜色越深的 这个糖的来源是OK的 营养师说含糖饮料最好一个礼拜喝一次 否则积少成多不但容易肥胖 肝也会渐渐出问题 民事新闻张宏宇公众一特别报道